袁紹借借視覺應關羽實民走廖,要眨實劉備,劉備哭訴月,借都是早粗詭計。 袁紹覺得有理,有一句差點實好人,劉備有月,可以守書勸關羽來頭。 袁紹大喜悅能得雲長,聖眼兩民走十回,袁紹手下陳振送來要劉備守書。 關羽統哭,謝日,將寮主動來見關羽,然自己與劉備也個跟關羽臣。 關羽紹奉跟將寮子是朋友,劉備是兄弟,關羽掃力稱謝早粗和將寮。 二人都閉門不見,關羽無奈,只得掛引風今夜淚,並首須給早粗,早粗感嘆不困固著,來去明白。 真相夫也,要守下人都要學關羽,袁紹的口頭性,好象就是差點實好人。 因為堪陰成不定,反性誰越的都對,劉備越要勸關羽來頭,袁紹大喜越能得雲長。 四人良民守十倍借句話是不是妥當你,當然是非常不妥當了,人良民守是袁紹手下一等一的大象。 自己人就是再不如關羽,就是自己心裡再想得到關羽,也不能越借過話,借讓手下將事就摸上,開來原是比,呂布強不到那你去。 將了也事不了解關羽,竟然要拿自己跟關羽的交情,去跟劉備與關羽的交情相比。 自水其辱只能怪自己,沒有了解透關羽的為人,所以我們要跟別人打交道之前,一定要先了解別人。 借讓常人越妥當話,做果當事,做粗鬼不見。 也是正常的,作為一個老闆,誰不想得到品德和常人兼優的人才你,人姐常成馬,但事關羽做的也肯符合意。 再三不得臉蛇,也就掛引風金走人,合理合成,做粗再得姐無法玩回後。 教育部下向關羽學習,也是珍貴做老闆,因為世界之人,哪怕你再位高權重,哪怕你福報再大,也有遺憾之事,也遇到這種情況。 我和華士學習孔子的進言四,聽見你的態度比較好。 謝謝